传道书第四章 我又看见日光之下所发生一切欺压的事 受欺压的流泪,却无人安慰他们 欺压他们的,手里握着拳柄 因此无人安慰受欺压的 我赞叹那已死的人,胜过那还活着的人 那还没生下来的,就是还没看过日光之下所行的恶事的 比这两种人更有福 我看见各样的劳碌和各样精巧的工作 都是出于人与人彼此的竞争 这也是虚空,也是捕风 愚昧人抱着手,吃自己的肉 一掌盛满安宁,胜过两手抓满劳碌捕风 我又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 有人孤单无依,没有儿子,没有兄弟,仍劳碌不休 野木也不以自己的财富为足 他问,我劳劳碌碌,刻薄自己不去享受,是为谁呢? 这也是虚空,是劳苦的担子 二人胜过一人,因为他们一起的劳碌有美好的仇报 如果一个跌倒,另一个可以把他的同伴扶起来 但一人孤身跌倒,没有别人把他扶起来,他就悲惨了 还有,二人同睡就都暖和,一人独睡,怎能暖和呢? 有人能制服孤身一人,如果有二人就挡得住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扯断 贫穷但有智慧的年轻人,胜过年老不再纳贱的愚昧王 虽然他是从监狱出来,在自己的国中,又是出身贫寒,却起来做王 我看见所有在日光之下行走的活人,都随从那取代老王的年轻人 所有的人民,就是他所统治的人民,多得无数 然而,后来的人却不喜欢他 这实在也是虚空,也是捕风